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7日 节目一上来 先跟大家说说我们新西兰的情况 今天是封国的第二天 今天新西兰再增85个病例 总共达到了368例 不过现在看整体情况还好 现在有37个人康复 没有人死亡 现在总共有8名患者住在医院 其中一个人住在重症监护室 也就是绝大多数360个确诊者 现在自己在家 今天为了给动物买粮食 我今天还是开车出去了一趟 看了看 因为我住在奥克兰旁边的一个小镇 看了看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人出来在散步 我还看到了一大家子 两口子带着三个孩子 推着小自行车 还有那个scooter 出来再出来玩 应该说这样还可以 政府应该是允许 因为你平时就在一家 出来转也是一家人 只要和路过的人距离保持在两米以上就可以 还是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 路上也碰到了一些车 应该有很多人跟我情况一样 出来没办法买一些东西 路过那个大超市的时候 然后我还专门看了一眼 停车场停了它还得有一半的车吧 原来规定是只能一个人进去买一些生活币区品 但是我这么冷眼看着吧 还是一对一对的 你像夫妻啊 这个母女啊 母子啊 还是两个人两个人的 好像也没什么人管 然后你像走到大门口这么进去的时候 你就很难坐到两米的距离了 很多人基本推着钞里就擦身而过 就有这样的情况吧 看起来呢 并没有像想象的管得那么严 不过给我的整体印象呢 大家还是都比较自觉 我认为呢 传染病这件事吧 比的就是国民素质 你指的政府看 他看不过来 没那么多警察 我们这儿呢也没有带红菇的 动员好几百万人啊 挨家挨户都盯着都看着 这个你是做不到的 政府能做的呢 就是把道理跟大伙讲清楚 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做到 这不是谁看着谁的事啊 这不是被迫的 所以在这讲呢 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 所以我想呢 这个呢 还是看整个的国民的素质啊 说到医院 一直有华人朋友 也包括有很多网友 也都质疑 我们新西兰的医生护士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戴口罩 因为我这几天我值夜班 所以白天的情况我也不了解 今天我还打电话问了问同事 戴口罩了没有啊 说没有 还是没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了解里边的情况啊 因为在有些房间这儿呢 可能也未必是这次的 这个病毒可能是别的一些什么情况 他要挂一些特别的牌子 你比如那个标志 要戴口罩 另外一个牌子呢 戴帽子 戴手套 或者是穿防护服 哪个房间的门上都有特别的标记 是有针对性的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啊 面对他们的时候 你都包的跟太空人似的 不到那个程度 但是进个别的房间 你是要按照上面的指引 老实的穿上这些防护的服装 这个呢 是有专门针对性的 并不是所有人啊 都带这个 我认为这样的医院呢 做的比较适度 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像我们有些华人想的 越过越好 越安全越不嫌安全 那恨不得只要一进医院 那串白衣服穿上露着个脸 戴着防护镜勒着口罩 不到那个程度啊 不到那个程度 所以说 而且那穿上那身 那护士们也甭干活了 那也不舒服啊 所以就讲呢 现在还没到那个情况 这是今天啊 我们整个新西兰的一些打致情况 来吧 现在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跟大家聊聊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个第二波 看整个中国官方公布 整个疫情的目前的情况 看这个数据 现在中国湖北 包括重灾区武汉 咱们看那三条发展的曲线 到最近的这些日子啊 经过了那个弧度 到现在 那都是非常平缓的 贴着那个零度线 在走 基本都处在零的状态 即使个别的新增病例有 也都是个别零星的现象 如果要作为一个传染病来说 那这个数字应该说到现在已经不是个问题 像湖北省这个周三 已经解除了对大部分区域的交通管制 人们可以自由出行了 人们的生活呢 也开始逐步的恢复正常 过去的这三个星期啊 在这个段期间 武汉自己曾经有过好多天 都没有发现新的本地的新增病例了 这是官方的报道 看来呢 这个重灾区湖北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月的月底 另外呢 核心区域武汉市 已经定在了4月8号 就全部解放 给人的印象是 疫情在中国已经结束了 至少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 接下来呢 就应该是权力抓复工复产的问题 是吗 眼看着现在全世界病毒在不断的攻城掠地 那中国的事情就这么完结了吗 有人对此就提出了质疑 咱们先说说外边的专家的意见 先说香港 香港大学呢 公共卫生学院 他有一个著名的教授叫 高本恩教授 他做出了一个新的警告 他是这么说的 说新一轮感染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 所有人都警惕着第二波疫情的爆发 因为中国已经有境外输入的病例出现 新一波感染何时扩散 数量何时上升到再次引起关注的程度 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讲 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再次爆发 但是疫情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这是这位专家的说法 另外呢 有一位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著名的病毒学专家 叫德罗斯腾 他也同意这位高教授的说法 这位冠状病毒专家 他是德国这次防疫整个的最重要的一个专家之一 也是重要的专家组的成员 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表示 我认为中国疫情的人数会再次上升 因为他看到从意大利从德国回去的那些中国人吧 被隔离的人数并不多 现在呢看到的整个每天啊新增病例大概只有三个人 但是他不相信这样的数据 如今的人们不再像前一阵那样被隔离 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他认为疫情一定会卷土重来 他给的时间是 我们可以等一个月 在第一波那个死亡病例过去之后 感染人数会再次大幅度的上升 他认为如果到了第二波的话 如果有死亡病例的话 你是不能隐藏的 他觉得一个月以后 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这是这位德国专家德罗斯腾的说法 那外国的专家呢 可能别有用心啊 看不得我们中国好 那好 咱们就看看本土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他们是什么意见 3月23号人民日报呢 官微发布了对李兰娟院士的一个采访的视频 就在三四天前 李院士呢在视频中讲 现在不仅武汉还没有完成防疫的任务 全国的形势也很严峻 这都他的原话 能不能防止疫情在国内再一次流行 是一个正摆在面前的严峻考验 他讲他非常担心国外输入导致我国第二次大的疫情 他点名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 这五个城市风险很大 这是李院士啊 在三四天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他的表述 另外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 乌唐春团队 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啊 他是院长兼科学家 他通过组建的一个模型分析了武汉市卫健委 给他们提供的传染病的一些报告 他们研究了25961个病例 然后呢 他们得出了这个模型啊 做出了一个研究的数据 最后他们研究预估 说武汉市至少有59%的感染病例 没有被发现 其中包括无症状和症状轻微的病例 论文最后认为 对未发现病例进行估计 对持续监测和感染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他这个文章 他这个论文行不行啊 这篇论文 3月20号被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杂志引用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 他这个报告里强调 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弱 这类隐性的感染者可能会引发 新一轮的疫情大爆发 这是他论文的原话 怎么回事这是 这只是说说吗 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实际的 这两天的网上传出了两张江苏南通市医疗系统的照片 一张照片的是南通市卫生系统 紧急抽调增援力量进驻上海出发动员会 这张照片呢是这个领导啊 卫生系统的领导和那个医疗队 他们一块照了一张合影 估计那是开完动员会以后 大家呢还挺悲壮的啊 大家都很严肃 照了那么一张像 上边头上有这么一个横幅 上面就写着刚才 这些话紧急抽调力量增援上海 这个照片下边有一个落款 3月25号 两天前 另外一张呢是南通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启东市 那里边也传出了一张合影 是人民医院出征上海医疗队的送行会 这个是在一个大桌子啊 这边呢是那个出征的将士们 这边是院领导 大概在讲话 背景是一个大屏幕 那个大屏幕上就写着刚才这个 什么出征上海医疗队的送行会 那上面就写着3月25号 你要看这个照片啊 非常的清楚 上海怎么了 江苏紧急抽调医疗队去增援上海 上海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天呢 就是湖北现在依然在宣传抗疫大捷 但是呢有很多医院也被报 有隐瞒的确诊的数字 现在呢在网上流传着很多那种通知 小区自己发的一张纸的那个通知 说这个区呢有新增确诊 希望大家注意 其实挺好的啊 人家居委会做的挺好的 很多人就把这个照下来就传到了网上 哎 你武汉说你都归零了好几天了 你这是怎么解释啊 结果呢这个确实有点打脸 另外呢前一阵呢 有一个主流媒体的一个年轻的记者 他写了一个访谈 叫我最难忘的一天 他深入台采访了一些医院 他的所作所为就跟那些陈秋实 李泽华他们所做的差不多吧 结果呢在一些医院里面发现了很多的去新增的确诊病例 包括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在某某某小区某某某小区都有新增确诊 结果这篇文章呢很快就被全网封杀 武汉卫健委因为他传播的太快了 打了武汉卫健委的脸 结果武汉卫健委马上发了一个辟谣的通知 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复发的 那不是新增确诊 包括你比如说到这个小区里边 那个某奶奶复诊了复阳了 他也是以前确诊过的 包括有的医院或者怎么样 那是无症状确诊 那他没有症状就没法给他列为确诊病例 但严格讲这是不符合世卫组织的操作规程的 世卫组织现在有明确的规定 只要检测呈阳性就是新增确诊 不管有没有症状 在武汉卫健委现在他就以有没有症状 以这个为标准 应该说不符合世卫组织的要求 反正他就这么说了 现在呢有一个这个官方的通知 到3月20号的时候 武汉卫健委呢就要求所有当时援助湖北的外地的医疗队 暂缓撤离 已经走了一部分了 有的有一部分已经回去了 看了一些照片 抱着骨灰盒 同是英勇牺牲的骨灰盒回去的 非常悲壮 结果呢有其他的增援部队正在撤离的时候 紧急通知不要走了 暂缓撤离 撤离时间另行通知 与此同时呢 湖北之外也陆续传出了一些隐瞒当地疫情的一些消息 在网上微信圈里有传播 说有些地方呢也正在准备方舱医院 说在辽宁啊包括上海各方面都有这方面的消息 但这个呢都是一些网友互相传递的消息 在我这无法辨别镇委 在这呢咱们就不给大家列举了 那下边呢不管是科学家啊 包括记者包括老百姓啊都有一些这样的反应 那当局是怎么看的呢 结果中国国务院在24号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啊 这个防止疫情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李克强 在23号开了一个防控的会议 在这里边他讲一旦发现疫情第一时间精准管控 把病例和可传播的场所立刻把它控制起来 发现一例就报告一例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漏报瞒报 这话他有所指 李克强讲现在疫情在全球出现了大流行 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 中国这呢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为零 他反复强调要切记 疫情统计数据一定要真实准确 千万不能为了追求零报告而瞒报漏报 要民众增加警惕性和主动防范的自觉性 记者就评论啊 说李克强呢实际上他非常清楚中国的疫情的真相 他担心会再次失控 在这呢借这个机会 他提醒民众要自己增加紧急性和自我防范的 这个意识不能松劲 这么看呢 看样子领导心里也没底 前两天呢 大陆的各个网站上都转载了一篇文章 叫名字叫中国新冠疫情二次爆发的计算公式 很多网站啊网易新浪很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之所以大家转载就认为他写的呢还是比较严肃比较认真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个作者呢因为文章很长啊 咱们就简要的概述 作者呢根据现在的情况 他总结了一个可能导致二次爆发的一个公式 他主要要素是这么说 入境控制失败 这是一种可能 再加上健康码护认 加上那个交通工具传染 健康码是什么情况 现在你比如说我在家里 我在我这个省市啊 我自我隔离了 我很健康 我通过了测试 现在不是复工复产吗 我要到别的省市去 然后呢我所在的城市 就给我发一个健康卡 或者叫健康码在手机上 然后你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一扫这个 我经过隔离 我没毛病 该让我复工复产 这个就没问题 这个呢他讲的是这个 但是他认为各个省市 对这个健康码 健康卡的管理 水平相差太大 作为一个省市 你不能相信外省市的 那个健康卡 健康码 那会害死你了 这个呢他认为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老百姓摘口罩 老百姓的认为疫情结束了 开始摘口罩 把这三项因素加起来 等于疫情二次爆发 他的大意是呢 要做好国内的防范 彻底隔离境外输入 这个境外输入就不要来了 另外呢作为本省本市 我自己做到无病例 没有疑似病例 但外地人进入我本省本市 一定全部隔离 不相信你外省市的这健康码 另外呢 对老百姓来讲 你还得戴口罩 还得洗手 还得做进一步的宣传 这是他这样的一个大意啊 有没有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作者说的第一条呢 最近确实是有进展 你比如说防止境外输入 中国外交部呢 26号深夜突然发布了一个公告 鉴于这个疫情在全球快速的蔓延 中方决定2020年3月28号零时起 就今天夜里 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签证和拘留许可证入境 就是你有许可证 有签证 也别来了 暂停所有外国人持的那个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 这个也不算数了 另外呢 暂停口案签证 像所有的原来那些国际免签呀 都暂停了 旅游什么的都不行了 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啊 就都不要来中国了 从这个角度讲 也可以说 中国呢 也采取了一个封国的措施 这个措施呢 在26号深夜 突然间开这个记者会 确实让很多人很诧异 不形势大好吗 白天还这么说来着呢 哪都可防可控 这都没毛病了 整个都零增长 这形势没问题 怎么突然疯了国了 这确实让人很讶异啊 但是 好像呢 还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另外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 也就在这一两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现在从国外进来的输入型的确诊病例中 百分之九十是持中国护照 是中国人不是刚才说的外国人 这里边百分之四十是留学生 这个罗部长讲 有的人呢 他是已经感染了自己不知道 有的人呢 是自己知道 但他依然啊 吃退朝药 瞒着别人还是要回来 那这就麻烦了 那你总不能不让回来啊 这是中国人 你不让回来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发出公告 本国人现在也疯啊 也不让进来 还没有这样的国家啊 所以说这一点没做到 很难堵住 中国人回来 你总不能不让回来吧 而且呢 主要的传染还是来自于这些人啊 第二呢 跨省市的健康卡 或者是健康码不可信 那等于呢 大家吃健康卡 健康码 到外省去打工啊 去游动去了 去找工作去了 那何事来了 你要给我们隔离啊 一下就隔离十四天 那不是前一阵那一套又回来了吗 这一个半月了 这半个多月了 这中央国务院反复的号召大复工 何事我们来了还要隔离 那请问怎么复工啊 你难道你这么做 难道不违反上面的命令 所以说呢 很多省市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 尽管那健康码 知道呢 那对方可能那码 也是稀里糊涂就发了 那你也没办法让这些人隔离了 但是最近又传出了不好的消息 对武汉人 现在这种歧视 这种另眼相看 还在持续 在南方的很多省市 在招工的那个大牌子上 明确写着 武汉人除外 湖北人除外 我这招工 但是湖北人 谢绝啊 你就你就别来了 因为一查你身份证 一看你湖北人 你就别费着劲了 我们不要 不能接受啊 不能接受 刚才这说的是第二个跨省 跨国 这个是做到了一部分 也没真正堵住 跨省呢 你做不到了现在 第三呢 咱们就说说个人 还是那句话 我看出来了 现在这个传染病啊 防堵的 封堵的问题 不是戴口罩的问题 说到底是民族 整体卫生习惯的问题 这次你看人家 新加坡 日本 台湾等地搞得不错 我相信我们新西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也没问题 大表示澳洲 也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国民有较好的卫生习惯 脑子里有比较好的 卫生常识 特别关键是遇到事的时候 老百姓自觉 听政府的话 他不用理政府盯着我 他自己就明白道理 自己就自觉做到 我认为这个 是扭转传染病疫情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老百姓得配合 所以说呢 中国在这方面 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啊 前两天都看到 很多人把口罩都已经拆掉 加起来啊 这个传播很广的 这个啊 第二波爆发的 这个公示 三项呢 三个主要因素 看起来都不是太靠谱 都不是太可靠 最后公示的结果 等于第二次爆发 在这呢 我再给补充几点 首先第一点呢 这个病毒 他还在 谁能否认这一点 在神州大地那没有病毒了吗 武汉就没有了吗 湖北就没有了吗 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病毒吗 这病毒还在 无症状者还在 富阳的还在 给大家说一个啊 负责治疗的啊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 附属医院的院长 叫王伟 就在25号两天前 告诉中央电视台 他们院呢 对他们经手的147个患者 做了一个追踪研究 发现负养率 百分之三到四之间 负养率 另外呢 当然这几名患者出院以后 到现在他们跟踪的结果 家人还没有受到传染 另外呢 其他的八至九成的患者 出院一个月了 情况看起来还好 这八九成别忘了啊 当时鲍里斯约翰逊 英国那些科学家 包括张文宏医生 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个 感染免疫的那个理论 在王伟院长这儿 也得到了证实 他所经手的这些病人里面 出去的 痊愈的 百分之八九十 没问题 基本上都是靠自愈 而且具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 这个是确诊的 另外他们也做了 另外一组试验 也基本符合这个 大家看了 负养率 就治愈出去了 负养率 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四 武汉有五万人 被确诊 你按照这比例 你说 有多少人会负 会怎么样 这是科学研究啊 这是实验的结果 五万人的百分之三到四是多少 是不是几千人呢 而且呢 这一支病毒呢 现在翻山越岭 飘洋过海 传到了世界各地 他已经发生了多次的变异 现在有一些病毒的遗传学家 现在正在丰富啊 这棵 这棵树啊 他们认为这是一棵树 也在追踪谁是最早的那个源头 从这个角度 但是中国现在停存留的这一支病毒 大家都是见识过的 非常的厉害 如果有几十人 几百人在社区中走动 像刚才王委员长说的 25号跟中央电视台说的 负养率百分之三到四 武汉这还甭说 无症状没有确诊的 已经明确确诊的有五万多人 你算的有多少人吗 这些人一下恢复自由 在社区中自由走动的话 很快就会造成一个大的传播 那一夜又回到一月份 又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说病毒还在 这个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这病毒他不会听你党中央的 你说4月8号就没事了 他就都没了 不可能的事啊 他也不认字 第二呢 说到这个免疫没有形成 像有些国家啊 突然经过那种大的爆发 包括有些地区 满目疮痍之后 他抵抗力形成了 他第二波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在就别说湖北 就光说武汉 你确诊就说是五万人 但五万人和你整个人口 一千万相比 你的人数还是非常低的 等于有大数将近一千万人 没有面对过这个病毒 整体群体没有形成什么免疫的抵抗力 因为没有面对过的 大家都封在家里 对吧 谁也没有机会去接触他 去面对他 所以说呢 你说武汉 重灾区 现在闹当了这么长时间 大伙是不是有了免疫力了吗 专家讲 没有 第三呢 整个没有办法预防 那现在讲 不是有瑞德西伟 法国有那个绿魁 现在治疗起来 不都说情况不错吗 是啊 这两种现在基本上还算靠谱的 他只能用作治疗 他不能用作预防 他不能阻挡别人来传染你 你得了病以后 在治疗的过程中 这两种药能够缓解你的症状 但他能不能阻止传染 没有疫苗是解决不了传染的问题的 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说 现在这个病没有办法预防 所以说加上刚才人家那个方程式 再加上我给补充的这三点 病毒还在 绝大多数人没有免疫力 第三呢 没有办法预防 现在还没有预防的措施和手段 所以说综合起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病毒呢 肯定还在 前一阵只是因为人的受控 这个病毒暂时折服 一旦人员开始流动 特别是有好多富洋的 有很多无症状的 他就会出问题 特别是因为现在鼓动复工 故意宣传出一种乐观 好像这件事已经胜利结束的这么一种情绪 据说电影都准备开始开拍了 传说这个陈道明来饰演中南山什么的 这个都有的有鼻子有眼的了 这种乐观的气氛 会本来就让那些卫生素质不高的民众放松警惕 不耐烦的摘掉这个口罩 就会再次的爆发传染 我非常同意德国专家的那句话 一个月见分晓 最后呢 我们也操一点中南海的心吧 现在看呢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明智的疫情结束 它是一个缓慢漫长的过程 这是科学 这里没办法 一旦搞不好 就会前功尽弃 就会出现大的反复 可是现在这经济呢 已经摇摇欲坠 再不复工就要出大事了 那就会饿死人的 这边呢 如果你继续死守这个疫情 经济垮了 你这是在等死 可是现在呢 就这么愣开工 就这么盲目开工 非常可能会导致疫情再次大的爆发 这么干呢 有人评价这是找死 那怎么办呢 两头都是死 其实说起来这一切 还都是一开始 筑成的那个大错 如果当初你不打压言论 如果当初你相信科学 尊重科学 听科学家的话 又怎么会有今天这样 两难的局面 但是遗憾的是 现在大家看到 依然是打压 那不是写那个主流的那个记者 我最难忘的一天 那小孩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估计又变成第二个李文亮 现在又出现这种数字造假的这么一种局面 愣解释 他们无症状 怎么怎么样 就把这明明有新增确诊 也故意说成没有 你现在看 完全不长记性 我看不出现在和12月份有什么区别了 那疫情的再次迷烂 就会无情的教训你 但令人痛心的是 到今天 非常令所有天下的华人遗憾的是 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见到一个高官感染 这个太令人意外和吃惊了 也令人感到很遗憾 很不平 如果出现二次爆发 所有的这一切 就都要由我们老百姓来承担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次拜托大家继续宣传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